暴风雪中 这个妇女产下一女婴 因为没有奶水 夫妇两人只好抛弃女婴 狠心离去 18年后 父亲终于想起丢失女婴的地方 养母却把姐姐顶替女婴给了他们 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 两口子竭尽所能满足女儿的一切愿望 只是夫妻俩却遗憾地发现 女儿的性质一点也不随他们 农村人的善良和淳朴在女儿身上 见不到一点踪影 整日喝酒跳舞 甚至经常也不归宿 他爹 妹儿现在变成这样 适合当年我们丢弃她的 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相信妹儿会理解我们的苦衷 她跟我们没感情 跟她养父母应该有感情吧 你什么时候听她提过 农村的养父母半个字 我看这孩子 就是天性凉薄 自私自利 别这么说孩子 叶清秋虽也很失望 但女儿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好容易失而复得 她不想影响母女之间的感情 除夕将近 叶清秋怕女儿再出去滚混 便让女儿陪她上街够年活 玉龙村 黎沈 周雪儿在家吗 我找她了解一些情况 你这个大主任 不干正事 一天到晚找我家儿媳妇 是啥意思 黎沈 我是以公社主任的身份 来找周雪儿的 你可不能乱说话 雪儿 黎主任找你 黎主任 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什么事你直说吧 黎沈 是不是先让我 进来喝口水再说话 黎主任 请吧 咳咳咳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说你在村里收购簿票 这是是不是真的 谁说的 我怎么不知道 小周同志 你在村里大张旗鼓地收购票 目击者不在少数 念你是初犯 只要你认罪态度好 我们可以从轻处罚 黎主任 我跟你前世无冤 后世无仇 你为什么老救助我不放 周雪 你最好端正自已的态度 你这人压根就不是什么好鸟 你一来我就知道 你存的什么坏心思 我们家自己的簿票 还用不完呢 买别人的簿票 亏你说的出口 黎主任 你要真有证据 直接抓人就是 何必多此一举 还跟我废话 别以为有周县长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等着 李承铭在村里走了一圈 问起簿票的事 所有人都否认买过任何簿票 他只好挥头挥脑地回去了 簿票的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村里此后各种传说 各种版本 不一而足 但大概的意思都一样 老肖家是走红运了 那月29 是今年最后一个赶集日 也是县城最拥挤 和热闹的一天 周雪正忙着接待顾客 一个温柔的女中英 突然在她身后响起 这些小衣服真好看 周雪儿转身一看 顿时变了脸色 竟是姐姐曼 一位气质优雅的中年女人 就跟她站在一起 那女人她见过 上次跟曼在街上走的人 就是她 周曼也没想到会碰到周雪儿 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 娘 这些衣服这么土 没什么好看的 咱们赶紧去买年货吧 这些同装的款式和做工都不错 并不吐气 你要是还小 我一定替你买下来 这么难看的衣服 我才不穿呢 周雪儿这才明白 她是周曼的干娘 不过乡下人认干闺女 是不会待在身边的 梅儿却跟着干爹娘进城 这让周雪儿有些讶异 虽然她对姐姐不以为然 却对她的干娘颇有些好感 不知道为什么 她有一种想跟她亲近的冲动 叶青秋见了周雪 也有一种亲切感 姐 你也来感激 你们认识 周梅儿原本以为周雪儿嫁到萧家 很快就会成为寡妇 然后在玉龙村悲惨地度过一生 没想到她竟会来城里卖衣服 她担心周雪儿 在叶青秋面前乱说话 对她不利 冷笑一声说 我们俩何尝认识 她叫周雪儿 我俩从小在一个屋檐下长大 我在周家的时候 可没少受她欺负 妹儿 娘知道你在周家吃了不少苦 以后娘会补偿你的 叶青秋对女儿的话深信不疑 周雪儿刚给她的一丝好感请客间 已经荡然无存 姐 人说话要平阳心 我什么时候敢欺负你了 你仗着有娘替你撑腰 被我非打极骂 村里人谁不知道 怎么回事 二嫂 这就是我姐周梅儿 她说我在周家欺负她呢 陈美芳是火爆子脾气 你还要不要脸了 听说你跟城里人走了 要是她说出自己毁婚的事 那就麻烦了 娘 这些乡下人不可理喻 咱们走 不用理他们 妹儿 虽然周雪儿的从前欺负过你 但她总归是你养母的孩子 现在走到咱们家门口 也该请他们到家里吃顿饭才是 周梅儿顿时慌了神 连自己都看得出来 周雪儿跟叶青秋眉眼十分相像 要是让楚孝天看见了 岂不生意 娘 他还抢了我初恋男友 我不想看见他 妹儿 你有男朋友了 怎么不告诉妈妈 对 我是有过一个男朋友 叫肖天灵 她现在是周雪儿的丈夫 当初我们两情相悦 却被周雪儿抢走了 这是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我本不想提起的 娘 求求你 我不想见到周雪儿这个女人 还有这种事情 好 不见就不见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 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们走 看来 叶青秋这个蠢女人 还真是好虎 不能让她在这摆摊 对自己十分不利 我要想办法把她赶走 周妹正发愁 却突然看到不远处一个熟悉的声音 妹儿 你咋会在这里 楚妹儿年轻貌美 不是季经委除主任的千金 城里多少男人惦记着 这大街又不是你家开的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你干嘛这么当真 王哥哥 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咱俩这关系你客气啥 就算一百个忙我也帮 那个卖衣服的女人得罪过我 你把她撵出去 不许她在这里摆摊 这事包在我身上 兄弟弟 你说 没有你